当你觉得大多数没有信仰的 就没有一个坚信 那么你就被宗教所利用 所有的宗教在任何人群国家 发生问题的时候 一个根本的基础 人心坏了 坏掉的人心就会被邪教利用 那么我们中国人说下什么问题 我们中国的人心坏了 所以共产党来了 在大清朝之后 中国的人心已经净坏 在大清朝这个女人国脚 男人流辫子 这个简直变态到了几点 乾隆的紫禁城外 八百年的垃圾都没有清理 然后人家英国人来了 洛尔敦 让人家跪下 人家说我来跟你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我什么也不缺 把你送回去吧 结果人家呱呱呱 人家说那我能不能走汉路走 你可以走汉路走 沿路上还给你弄吃的喝的 结果人家把所有的城墙 步兵全弄完了 了解完以后回去揍他 而用你中国人从广州上去 几百人领的人 以大清揍大清 揍的应该把你揍死你 人心已经坏了 一到了国民党 更不要提了 到了然后来了 国民党的奖家 这几大家族的腐败 然后迎来了邪教共产党 因为你没信仰人心结坏 今天的中国人的选择 都选择共产党 人心坏了 他没信仰了 那佛祖也帮不了你 你信仰没了 你哪有宗教啊 没有宗教 所以你看到那些和尚 是不是吃货得长了 包二男三男 那太正常了 是吧 太正常了 上帝和佛祖 不会跟你在一起 绝对有佛 绝对有阿拉 但是佛和阿拉的 这个所有的信仰的规则 绝对不是 你看到这和尚 和那些阿侯们 给你解释那样 不对的 我不相信阿拉在天堂 会给有72个处女 给那些阿拉 塔利班留着 我绝不相信 佛祖会给台湾的那些 卖台贼 或者请占台湾的 杀人的那些共产党人留着 让他当佛祖吧 都不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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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